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TV33今天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在这和大家见面 我今天到这来呢是代表Telecom亚太电影节的组织者 Asia Trust就是亚洲基金会代表这个组织来这里和大家见面的 我呢非常高兴在这有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将开办的这个亚太电影节 你看这样行吗 太棒了 谢谢 我们说到这个亚太电影节啊 它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 亚太电影节 亚太电影节我们定义的亚太电影节是 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从我们这边到亚洲这边 这边台平洋这边一片 不包括太平洋美洲 美洲的那一片 就这边这边的几个主要国家的电影 就是更加细节化 对对把它带过来 就是包括我们亚洲国家 包括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 我们把这个叫做亚太 就是我们电影节主要是包括这些国家的主要的大国的电影 那亚太电影节它的主要创办者都是谁呢 亚太电影节的主要创办者我来介绍一下 那么组织呢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叫Asia Trust Asia Trust的主要的创办人呢 有三位 第一位呢就是李博先生 那李博先生呢 他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 第二位呢是张培军先生 他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 还有呢就是我 我也是董事之一 就是这么几个 我们这么几个人 当然了离不开各位的帮助 还有很多同事 还有很多各界的朋友 都是对我们有了很大的帮助 哎李博 我们这次的亚太电影节是第一届是吗 是第一届 以前呢就是据说呢 是很多年前 有人呢曾经在奥克兰做过这样的电影节 就是亚太电影节的多样的名称 但是很多年已经 已经就是说 我们没有看到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这次来参加我们亚太电影节的 一共有多少部影片 这次电影节呢 实际上我们是第一次 我们呢非常荣幸的收到了12部影片 这12部影片呢 分别来自呢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然后呢 韩国 还有印度 还有越南 也就是说呢 我们亚洲的这些主要的文化大国都有所参与 还有另外两部是来自咱们本地 新西兰的电影 特别值得一提呢 还有一部的是完全新的电影 在我们这个电影节上进行首映 它的名字叫 幽灵新娘 幽灵新娘 对对 用一个中文名叫幽灵新娘 这是一部非常非常特殊的电影 应该是 也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电影节的一个宗旨 为什么您刚才要说幽灵新娘 是一部特别特殊的电影呢 因为我们就是像刚才我所谈到的一样 我们认为亚太电影节 这亚太地区就是包括了我们这些 亚洲民族主要的国家 主要的这种文化形式 同时呢 也包括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以整个西方文化为主导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形式 所以呢 我们有了这两部新西兰制作的电影呢 才使得我们这个电影节呢 显得比较健全 才真正的成为亚太 否则就成为亚洲电影节了 就没有太平洋的这个成分 这是第一个 它对我们这个电影节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部呢 就是它的故事 也就是说它的题材 也是呢 涉及到我们亚洲文化 涉及到 也就是说主角里边有亚洲人 有很多亚洲人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呢 它的导演呢 是在这住了很多辈的一个 纯纯纯粹粹的一个Kivi 是从英国来的Kivi 然后它的据说呢 它的父亲呢 是很久以前的奥克兰的市长 你就说它是多么多么本地化的一个本地人 在它的眼睛里边所看到的亚洲文化 它的眼睛里边所认识的这个亚洲的这个价值观 生活观念 这些东西都从它的这个作品里中反映出来 就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亚洲人 看它怎么来表达它的故事的话 我们也能够看到 那个白人是怎么样看待亚洲人的 但是这没有什么好和坏之分 就是一个人看 在一个文化背景之下 他看一个东西 会有得到不同的一些个感官和结论 所以呢 我说这个电影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电影 值得一看 那有这部幽灵新娘 是作为我们亚洲太电影节的首映 首映电影 首映片 就是我们电影节在31号 这一天呢 是开幕式 开幕式的这个演的电影呢 就是这个幽灵新娘 那么也是这个幽灵新娘的首映式 是从在一起的 更好玩的一件事呢 就是说那天正好是鬼节 然后幽灵新娘呢 听名字就能知道 是鬼的故事 那么这就是给我们电影节 就增加了更大的一个娱乐性 娱乐性 玄幻性 对对对 是这样 那您自己本身 有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我非常荣幸 然后呢 我和导演和制片 还有我们积极混的同事 我们都看过了这个 这个片子 然后呢 我们是 当然还没有首映 我们是看着他的那个 看着他的DVD 在办公室里面 还是真的是很不错的一部片子 那利尔 你在这里方不方便 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看后对幽灵新娘 这部这么有特色 这么特殊的电影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感觉和评价呢 我个人的感觉和评价呢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评价 第一个我认为导演 他本身呢 对于亚洲文化存在着非常高的一个兴趣 他对亚洲文化是一直是 应该是在他脑子里营绕很久的这么一个因素 再一个呢 还有可能是我们在奥克兰所生活的亚洲人越来越多 那么呢 可能这个原因呢 激励了他头脑中的关于亚洲文化的这个种子的不断的 不断的萌发的不断的成长 使他呢 到最后呢 要拍这个这个关于关于鬼新娘的这么一故事 他基本的故事呢 就是说呢 一个本地长大的一个亚裔的一个男孩 你可以说他中国人 他可能也不是中国人 反正是亚裔的一个男孩 他呢 和一个欧裔的一个女孩呢 恋爱有这么一个关系 结果呢 亚裔男孩的妈妈 非让他去找一个这个亚裔的女孩 然后这里边就有鬼啊什么的就出现了 我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大家自己去看 所以这里边呢 所体现出来的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是一个新西兰长大的 百分之百的新西兰的一种居民 他虽然是一个 他是一个导演 他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新西兰居民 他眼中所看到的亚洲文化的那些最有代表的东西 他一定都体现出来了 这是我的一个感官的感受 嗯 那你觉得这部影片给你看后 你觉得他最精彩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说他出气不易的那个鬼老出现 那个鬼是个亚洲鬼 他的那个亚洲鬼的那种出现的方式和我们在那个聊斋里的那种鬼的那种行为是不一样的 我们聊着那鬼一飞就过来了 然后在这儿就没有了 他那个鬼你去看一看 他不是这样 他是不是这样出来的 他也不是这样消失的 那是他头道中觉得这个亚洲鬼就一定是那样的出来 那样回去的 大家去看 大家知道的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这个在预告片里面 这个幽灵新疆好像里面有涉足这个关于明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一种文化色彩 那您看后以后您觉得身为一个百分之一百的 中国人 洋人 我以为你那时候 洋人 那他是否把我们中国的这样很古老的文化有拍出这个他需要呈现的地方呢 我觉得是他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了 然后呢他的工作团队里有像恩亚这样的亚裔出身的这样的这样的associate producer 这工作人员都有的 然后呢他也有长期的和我们亚洲裔的奥克兰人交朋友的这么一个经验 我想他在很多地方上一个是由他独到的那么一个视角来表达 第二个呢也是非常到位的 比如说他画面的那种对称性 比如说他对于中国建筑的那种角度的那些理解 然后对于中国的那个人的那种 中国人的这个行为方式和这个西洋人的行为方式的理解 他都是搞得很清楚的 比如说他在里边有一个演员呢 这个演员他本身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呢他好像据我所知已经不太会说中文的 那么在这样的人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呢 他还是能够表现的很像中国人 虽然他说的是英雷那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也是挺到位的 所以所以我们的这位纯扬人的导演他可能还下了不少的这个功夫 是对这个基于他头脑中的那个对亚裔文化的那个很高的一个兴趣点 那对于对于这位这位导演他的名字叫David是吗 叫David 那通过您和他的这个沟通 您他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是接见于他跟他在西西兰本土 跟本地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 他的认识观还是他自己 他做了大量的课外的网站上书籍上的研究之后的 所带来的一种呈现呢 我认为他这两方面可能都有 对于你的这个问题呢 我就想就是举一个实例来证明就是这个导演的那个试点 当很多朋友在一起 就是那天我们去看他的片子 看完以后呢 他问我们这里边我对于你们亚洲文化的表达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使你们感到很不舒服 如果他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太会存在了 我们都知道如果出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才会出 他非常明显的他很早就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呢他在表达这个文化的同时呢 他知道他放在一个很中立的立场上 而且保持着对不同文化的一种尊敬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发现Leo你说话哈 你非常的客观的 谢谢 谢谢我尽量尽量把这个客观 哎Leo我们的这部亚太电影节啊 它有什么特色的地方吗 亚太电影节的宗旨是这样的 我们呢是认为有一个基本的背景 就是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单位 叫Asia Works 我们长期以来在 为这个亚洲电影 尤其是中国电影 做这个营销方面的宣传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背景 后来呢我们就认为呢 我们作为一个在新西兰居住了十几年的 这样一种亚裔的新西兰人 新西兰居民 我不是说这个国籍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个新西兰居民 但是我们是亚裔 那么我们这样的亚裔呢 我们需要对本地的文化 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本地的文化生活 对本地的娱乐生活 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呢 就是希望能够整体的呈现出 亚洲文化的有代表的 这个几个大的民族的 这么一个文化形式 把它呈现给全体的新西兰人 所以呢我们的活动 就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我们片子的数不算太多 但是呢我们均衡的 包括了几个大的这个文化形式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对这几个文化形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一种演绎 通过什么演绎呢 我们办了四个大的party 就是说这个function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这个 开幕式 开幕式上呢 有日本舞蹈表演 有日本舞蹈表演 同时呢 也有苏格兰的风笛的表演 这些表演呢 就是说是我们每个民族的人 都会感到很亲切 我们亚洲人会感到 日本的文化在这里很亲切 但是呢 我们居住在一个英国文化站主导的 这么一个国家里面 这个苏格兰风笛呢 也会使我们感到我们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回到亚洲 还是在新西兰这个地方 没错 然后本地 当然观众大部分都是本地观众 本地观众觉得 哎 亚洲的东西确实是非常不同 但是呢 他也会感到 对我们对本地 我们在这里办亚洲文化 亚太文化 也对整个本源的文化的一种尊敬 没错 然后这个之后呢 还有一个 印度之业 中国之业 韩国之业 也都是想把舞蹈呈现给大家 还把那个带有这个民族特色的小食品 finger food呈现给大家 遵循这个西方的这种礼仪 有这个有酒 然后呢 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 中国的中国的这个 中国之业完了以后是一个中国电影 敌人节 然后印度之业完了以后是一个印度电影 韩国之业完了以后是一个韩国电影 当然我们就是没有机会就是做日本之业和越南之业 当然我们也有也有越南电影 这比较遗憾 希望来年吧 我们再有菲律宾之业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说 使这个东西充分的把它各个方面的展示结合起来 既具有一种文化传播性 同时有丰富的娱乐性 但是利友刚才我听明白了 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Party的形式 融入到这个电影院里面 我就会我就在想 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很有趣 Party就举例来说吧 就是举例来说就比如说开幕式 开幕式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计划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首先呢就是说 我们一部分是请的来宾 开幕式一定会来宾 但是我们尽量少请来宾 请的非常非常的少 还有很多票是在卖 就是你说我要参见开幕式 你买票就来 没有什么你一定的是什么人 我才能请来来开幕式 我们真的是一个服务性的这么一种活动 你来了以后呢 那么就像一般的这个 清点仪式一样 有这个有葡萄酒 然后有果汁有水这样的 有饮料 同时呢我们有日本视频 然后当你进场的时候呢 引导你进场的呢 是苏格兰的风地乐团 他把你引导进来 引导进来以后呢 然后还有这个日本的舞蹈表演 日文舞蹈表演 在这其中在这其中的这个 Cooktail Party上面呢 你就有机会看到 我们的导演David 还有看到他的所有的剧组的重要的成员 你可以跟他照相 你可以和他要一个签字的海报 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呢 还是那个宗旨 就是说呢 我们把文化融合在一起 然后呢 体现了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同样的尊敬 同时我们也是个娱乐活动 我们没有搞得那么严肃 它是一个很好的通过娱乐的 来传播这个文化的精髓 太棒了 谢谢 那那利友 你自己你本身 你如何理解 理解电影 电影呢 是这样 我觉得电影呢 有两种最基本的功能 那第一种功能就是娱乐 这个人就说我压力很大 然后呢我觉得很没有意思 然后呢 那去看一个电影 那看一个电影呢 就是我觉得感到很放松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 哎呀这么辛苦 结果你看电影上一个人 比你还辛苦 你看哎呀我好快乐 是这样 一个娱乐的功能 再一个呢 就是传达一个导演 对于他的头脑中 他的眼界当中 他的心中 他对世界的看法 他对世界的批判 还有他对世界的一种 呃 期望 他希望世界能变成那样 他不希望世界变成什么样 他都会在电影里表达出来 还有呢 他对现实的一种批判 他说这个现实 不应该是这样 而是应该是这样 他不管在讲什么的时候 你都能够看到导演 你背后的那么一种想法 当然除了一些 大商业制作 你是看不出来 大团队 导演在里面 只是一个 只是各个工种之一 这个时候 你就很难再看到导演的那种 人文的性格在哪里了 那就是个大团队操作 像我们这样的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些电影呢 也有这样的大的这个 大的这个 大团队操作电影 比如说 有一部印度电影 叫 那个印度民族 说不好 它就是一个保留屋的大电影 就是非常娱乐性 非常强的 相反呢 另外一部印度电影呢 叫英格里士 那个呢 就是更 人性化的一个电影 他讲的是一个 印度家庭 移民到伦敦以后 这个印度家庭所面临的事情 我觉得这和我们 移民到 移民到奥克兰的时候 面临的事情应该一致的 那个孩子能听懂印度话 慢慢慢慢就不说印度话了 你跟他说印度话 他跟你说英文 然后呢 他说的英文呢 你慢慢慢慢一点就听不懂了 家庭就面临这么样一个局面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里面的这个酸甜苦辣 所以呢 我就说呢 就刚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 总是反映出导演 对现实的一个态度 嗯 嗯 利友我们都知道 电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传播工具 嗯 并且它传播的速度非常快 嗯 那你觉得 一部 好的电影 嗯 值得看的电影 嗯 它里面 所去传承的一种精髓 你觉得 是什么 一部好的电影 一部 一部值得看的电影 所传承的精髓 所以传承的精髓呢 应该 我觉得还是 这个人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人的精神在里面 有些 有些片子呢 对我 我对有些片子 依然很深 就是说我看到人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前些天我还看 我还看到另一部 这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所合拍的一部电影 我就不提这个名字了 然后呢 这个电影就是说 它使我想到了一些很久 以前我想过的事 后来我早就不想那些事情了 早就不想那些事情了 所谓年龄的增长 所谓工作环境的比较好 这些事情我早都不想 我以前我还想过这些方面的事情 这就是它里面的精髓 它提起我作为一个人的 我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通过它的 通过它的这个 Leverage 我就想起来了 我想这就是 这是一个 或者是它 如果能够进 更进一步的 证实里面一些东西 或者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没有形成的一些 一些影像在头脑中 那我肯定是很高兴去看它 没错 我说的非常有道理 Lio 谢谢 这是我个人看法 那Lio 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电影节 那我们能够给 给电影人 我们所能够给他们 待遇 带来什么 我们能够给他们 带来什么呢 我们这个电影节呢 首先来说呢 我们还是一个 第一次 我们的 我们的规模 只有一个星期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一个电影节上 我们所带来 给电影人本身 带来的东西 是有限的 相反呢 这些电影发行公司 导演 制片人 对我们的支持 确实很多 但是我相信呢 通过一届 两届 三届以后 那么我们就 有能力 把 我们应该 对电影人 所尽到的这些责任 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 比如说 我们 新西兰这个社会 是一个西方体制社会 我们的这个市场 和整个的澳大利亚市场 和欧美市场的联系 是非常紧密的 那么有很多制片人 有很多导演 有才华的导演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把他们介绍到 一个更宽广的 更异样 更不同的一个市场上去 再一个呢 我们新西兰的电影资源 非常非常的丰厚 从这个 电子的电子 这个电脑制作后期 一直到拍摄环境 一直地理上的这些优势 都是很大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东西 介绍到亚洲 介绍到日本 介绍到中国 介绍到印度 这些最 最大的这个电影市场里边 制作人那边去 然后呢 他们到这来所 得到的好处 是不言而喻的 比如说 我们奥克兰 很小的 我们北岛 很小的一个区间里边 你就能找到火山 你就能找到雪山 你还能找到夏天 你还能找到冬天 然后你拍一年的戏 在我这一个地方 三个月就拍完了 你要在中国拍呢 你等冬天是拍冬天 夏天是拍夏天 那就很麻烦 这些优点呢 我们都会通过电影节呢 作为 作为推动的力量 帮助 新西兰 也帮助我们亚洲的各国呢 找到一些 更好的切记 来进行合作 来进行联合 利友 我们祝福你的亚太电影节 能够顺利的举办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您的今天的来访 谢谢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们